1997年5月10号 中华代表队的七位官员代表 在南韩东亚运动会的贵宾证 遭到大会降级 我国决定不出席开幕典礼 以选手参加运动员绕场 但不敬礼的方式表达严正抗议 我们会大家在这里 更为我们的选手加油打气 在我国提出抗议时 中国则表示 支持釜山筹委会的做法 认为是我方先违反奥会规章 派出具有官方身份的代表出席 2002年5月10号 台北市老地标原山饭店 欢庆50岁生日 感觉很复杂 很复杂 和这位原山饭店的老奶奶员工一样 原山饭店承载了许多台北人的回忆 更见证了蒋家的历史风貌 这是总统接见宾客的时候 他用的这个笼红饼 这座驻立在基隆河畔的老字号饭店 也会继续见证更多属于台北的故事 我是林一文 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 记得收看五二动起来 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